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再一次的和大家谈一谈 关于这个明代宣德时期的龙文 青花龙文蟋蟀罐它的辩尾 我在前面有一个视频当中呢 也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了过一下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存世的 这个宣德的蟋蟀罐 除了在故宫留存着 几件这个所谓的仿乳窑 还有这个仿割窑的这个蟋蟀罐之外 那么宣德时期的青花的蟋蟀罐 基本上就完整期很少很少 除了几件这个出土的之外 几乎没有完整期 但是在这个景德镇玉耳厂遗址博物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 宣德时期的这个青花 蟋蟀罐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残剑 就已经打碎了 然后呢 经过这个景德镇的这个古刀瓷研究所 他们的修复 有一些展出 从这些展出的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些特征 那么为什么会说有这个 这么多的蟋蟀罐都不见了 就是因为呢 这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宣德皇帝呢 他喜欢斗蟋蟀 但是呢 当他去世以后 他的这个 所谓的 母亲呢 就张的 太皇太后 姓张的这个太皇太后 就下令宫中所有的 这些蟋蟀罐呢 都要打碎 不能够再让他的这个儿子 玩物丧志 所以呢 就这些东西呢 就几乎都没有了 除了有几件 他赏给大臣的之外 那么这几件呢 如果他要是所谓进入墓葬呢 有可能会在考古当中发现 但是呢 经过这么多年呢 基本上不会有 这种存世的东西存在了 这是大家要了解的 一个这个特征 再有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看 这件器物 它的这个器型 它的胎右 它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以及文式布局和绘画 以及圈足 那像这一件这个防品 为什么说它是防品 而不倒带 从器型上来看 它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有宣德的蟋蟀罐 它是有点这个像这个鼓型的 而且呢 它应该是上面窄 下面宽 但是防品呢 几乎做的是上下一样的 虽然中间鼓出来了 但是它上下一样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就是它的钮 它的钮呢 比较浑浊 防品啊 非常浑浊 而且呢 白中闪黄 这个呢 完全不是宣德时期的 这个青花词的幼的特征 宣德时期呢 虽然是这个 也是青白幼 暖白幼 但是它的白度呢 比永乐时期呢 又白了一点 但是呢 跟后期比 还是有一些泛青的 但是它这里边呢 除了泛青 局部有一点点泛青之外 它有这种泛黄的 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青花的发色 大家可以对比着看 出土的 这个玉瑶厂出土的东西 那个是最好的标本 对比着一看 这个青花的发色 就差很远 再一个呢 去看它的底足 修足的方式 我们拿玉瑶厂的对比 来看这个修足方式 是不是差得很远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个从这个侧面 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青花 的发色 这个所谓的这种 蓝中发灰发黑 它想试图表现成为 这个所谓的苏玛黎青的效果 但是苏玛黎青的发色 也不会是这样子的 苏玛黎青都是非常浓艳的 它只不过上面 有一些黑色的 这个所谓的铁锈斑 有晕散 有流淌而已 但是它的这个 青花的发色 就真的就是跟这个苏玛黎青 差的十万八千里 它发灰 发黑 差的太大了 再一个我们就是要看它的款质 款质呢 这个对比就可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个款质 大家要注意看 一个是看它的青花的发色 青花的发色呢 大家注意看 它都是这个青花都是漂浮在上面的 另外呢 大家注意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蟋蟀罐 这个留了一个孔 它为了要装这个 细绳 然后它可以容易开这个盖 它的孔打得比较大 这个呢 也是问题 因为这个叫形质 形质呢 就是说官窑在制作这些商品的时候呢 是一定有固定的形质的 另再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字体呢 写的每一个和这个真正的盗带的宣德时期的都差距十分巨大 还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我们从这个盖盖的这个里边看这个右色和外面的右色是不同的啊 跟它仿品啊 自己就是不同 这说明它的这个仿制的水平还是很非常低下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